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星人是一个相当神秘的话题 飞碟又在哪里出现的新闻也经常吸引许多观众的注意 即使最近已经有关于51区外星人的消息 大多数人类却没有真正的见过外星人 但你知道世界上其实有一种动物长得跟外星人超像吗 今天要带你来看五只长得超恐怖外星人化身的鸟类 第五 红腹颈基 红腹颈基是中国的特有鸟种 雄性的红腹颈基是颜色最艳丽的一种之类 它的铜顶冠与金黄色 显露出柔和的丝绸光泽 冠与平顺的覆盖在后颈 如此华丽的外观也让它有着招财鸟的称号 红腹颈基通常活动于山地 因为不喜欢群居 夏天会单独或是成队活动在山坡与矮树重建 夜晚则会寻找真夜灵并在树枝上栖息 第四 灵痴 灵痴主要栖息地带拉丁美洲 因为叫声类似 噗吐 在国外又被称为普通鸟 灵痴属于夜行星动物 全身褐色的羽毛都是它的保护色 它经常会隐身在树木上 用假装自己是树干的方式来捕食昆虫或小鸟 当它遇到危险也会透过相同的方式 瞬间冻结成树木的一部分 来欺骗敌人的眼睛 更特别的是灵痴很少飞下地面 一生几乎都在树上度过 就跟外星人没有什么两样 第三 洞灌闪鸟 洞灌闪鸟栖息在热带极热亚带近岩石区的雨林 并在岩石区足潮 雄性的洞灌闪鸟有大的碟形鸟罐 全身布满红色或鲜橙色的羽毛 维羽和飞羽则存现黑色 非常好辨识 近看雄性的洞灌闪鸟 还会发现它的嘴其实是隐藏在鸟罐下面 洞灌闪鸟的个性非常害羞 大多是在飞往不同谷地时惊鸿一瞥 但它这么特别的外形 真的会让人一时间以为壮简的外形生物 第二 王舅 王舅又称为国王突兵 是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大型美洲旧科鸟类 它们主要生活在墨西哥南部 到阿根廷北部的热带滴滴森林 王舅的体型很大 头部和颈部没有羽毛 皮肤颜色根据不同的王舅呈现 黄 橙 蓝 紫 红色 除了长相奇特 王舅的名字的由来也很传奇 据说来自玛雅文明的传统 王舅其实是人类与天神之间的杏材 也因此在秘鲁王舅也被称为白鸽 第一 华美天堂鸟 华美天堂鸟拥有世界上鸟类中最黑的羽毛 油黑的羽毛让它看起来超有神秘感 而当雄性的华美天堂鸟进行求偶仪式时 它们会展开漆黑的羽毛作为背景 再透过胸前的浅蓝色胸带 头上的眼斑并绕着半圆跳舞来吸引雌鸟 亲眼看见华美天堂鸟求偶时的影片 是不是让你真的以为它是无外星人的化身呢? 看完这五个超像外星人的鸟类 哪个让你觉得最像外星人呢? 如果想找更多世界上的新鲜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不要忘记帮我按喜欢和分享 想看更多恐怖影片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